这些视频我先学乖一点 不能再像上期一样聊着聊着就跑偏了 开门介绍苏联的琴瑟海报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先别走 难道你都一点儿不好奇 这些海报是怎么来的吗 大家好我是谢老师 这期视频的标题好像不太正经 但我没有半点搞颜色的意思 来了我们先从头开始看看苏联时期的海报 海报这玩意儿复古点的能叫它手超棒 作用有很多 最基本的给商品打广告 战争时期征兵 说到底就是宣传 我们就单独看看苏联时期的海报 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在一战的时候 那时候的海报除了给老板们的商品打广告以外 更多的是给人民做抗战宣传用 比如说呼吁人们为参战的士兵提供免费的烟草 要帮助战争中的受害者 俄国革命时期海报的内容就变成了 我们人民要团结起来革命 我们也要争取民主和自由 等等等等 看这幅海报内容还比较漫画 其中还有关神话的图像 这代表着无政府状态的恶龙 是吧 倒正是进入苏联时期 准确的讲列宁时期吧 列宁呢 他从一开始其实就觉得 艺术应该要现实一些 他自己不是很喜欢至上主义 构成主义的作品 但他还是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虽然成立了艺术机构 但是并没有去严格的管控各种艺术流派 整个苏联的艺术氛围呢 也就还算开放 OK 书写上文 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 苏联的艺术受到了严格的管制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艺术流派 意思就是之前的至上主义啊 构成主义啊 不让你搞了 整天内容神神乎乎的 不符合唯物思想 还是不疲了 动一下热 那这官方的艺术流派是个什么画风呢 你可以参照文革时期 大卫进时期 中国的宣传画 好明白吧 但是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宣传模式 去对比苏联 你会发现像文革搞批斗啊 游行啊 好像大字报比海报的效率来得更快一点 方便印刷也方便直接传达信息 那为啥苏联的大字报 好像不是很流行的样子呢 这场没有宣传画就明白 这是因为当时的苏联和中国 有很大的不同的一点是 文化普及程度的问题 对于当时江土辽阔 民族多元的前苏联来说 在诺大的领土内 文盲一抓一大把 没几个诗字的 根据1897年的全国普查 沙皇统治时期的国民诗字率 仅有28.4% 革命后 列宁承诺扫除文盲 至1926年止 苏联也只有56.6%的人懂诗字 意思就是说 一半的人只能看懂图 于是海报就成了宣传的好办法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至上主义 构成主义被办了吧 本来就没几个民众 能看得懂文字 你的话还让人琢磨不透 当时的海报加上配文 多少有点 会写幽默 但还是离不开写实 有着浓浓的苏式工业风 当时社会上意外事故频发 苏联开始拍发 这样异动的宣传海报 就是为了让劳动人民 在工作时能保住小命 避免因为一些锁碎的事情 而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和工业的进程 当然很有特色的还有 苏联对于反美的情绪 对于帝国主义 对于种族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的表达 用象征用比喻的手法 现在让我看我都会感觉 妙啊 我真的很佩服这些 艺术家的脑洞大开 刚刚外面来的几个小孩 太吵了 所以我还是回家来了 继续聊 然后在斯大林时期末期 还有一幅画 可谓是家喻不晓 knit 看过吧 看过吧 非常经典的一幅作品 宣传拒绝饮酒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后来这张图也给现在的人玩坏了 再到斯大林时期结束后 玉米不是 赫鲁晓夫上台 开始进行去斯大林化 艺术方面也慢慢开始解冻了 苏联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态度 就是既不放任也不禁止 尽管如此 当时的海报们 还是离不开政治正确 这一时期比较世界知名的 应该是苏联的太空海报 不管是准备上天 还是佳佳林上天之后 主色调还是一样的 风格还是很写实 但是其中又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浪漫 总体上画风开放了很多 越是到后期 苏联的艺术也就越是变得开放起来 到了70年代80年代 已经有很多当代艺术风格涌现出来了 比如说 兄弟之吻 在苏联解体后更是 像是什么奥列格的狗 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苏联式波 其实是出现在解体后的俄罗斯 出自艺术家瓦列里芭蕾金之首 瓦列里芭蕾金于1966年5月2日出生在伊万诺佛市 曾在夏诺佛格罗德理工大学学习 然后从家乡的戏剧学校毕业 获得戏剧艺术学位 90年代中期 他就尝试着用绘画图形表演设计 去尝试着创新出一些新的东西 到2000年 他开始制作Pinup风格的作品 乘着互联网浪潮 顿时活变了整个罗斯 花花公子俄文版2010年10月刊上 还刊登了他的作品 2014年他的画作还被印在了啤酒罐上 你听我老说Pinup Pinup到底是个啥呢 Pinup最初是在美国流行起来的 并有大头针的意思 四面意思就是用大头针挂起来的画报 Pinup被最早认为能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 由吉布森创作的他心目中理想的美国女孩 吉布森女孩 19世纪末的美国杂志发行商们发现 某些杂志的封面能够特别吸引男性的注意 于是发行商们开始找艺术家 专门画同种类型的封面 绘制着更多美丽又性感的女郎们 果不其然 大说话 即使男人们并不一定能看懂杂志的内容 也不去在意了 买杂志就是奔着那些画里的女郎去的 买回家就马上把女郎们定在房间的墙上 所以管这一类画报叫Pinup 这些女郎也慢慢的发展成Pinup的专属风格 就是海报中标志性的理想的女郎形象 Pinup画报中的女郎一般都是 有着时尚的发型 挂着迷人又阳光的表情 恶罗曼妙的身姿 性格开朗随意 而且时长半裸 作为上世纪40年代的流行文化 这些女郎们当然也就和君与文化挂上了沟 招兵啊展示宣传啊都有他们的身意 当然内容中常常内含着一些性暗事 娇气又不魅俗 夸张又不放肆 据说利塔海华斯在生活杂志里的话 更是成为了美国大兵的精神寄托 甚至被贴在比基尼岛试验场上的原子弹上面 跑远了跑远了 回到瓦雷里巴雷金的苏联Pinup 巴雷金呢作为一名生长在苏联的俄罗斯人 她一直都很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宣传风格 同时她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插画文化 并且在她把两种文化尝试性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苏联Pinup风格大获成功 而她也继续将她的这一风格发扬光大 你看这张作品应该还致敬了刚才的那张念 在她的作品大受欢迎的同时 也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反对她的创作题材 说这样的话在苏联社其实不可能存在 有人说她画里的情色味太浓 说她画的作品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调 但是巴雷金她自己不太在意这个 也没有公开的做过什么反驳 其实在我眼里她的作品 生动又有趣 有些情色的内容又有一丢丢讽刺 首先她的苏联时Pinup是复古的 她自己说到她的作品内涵 并没有针对政治社会形势 或者说文化价值观的批评 她把Pinup的风格与大量苏联时期 拼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她想描绘出她自己心目中一个 理想中的轻松的美好的苏联生活 在描绘理想生活上 她的作品其实并没有偏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 那讽刺呢 在我看来她的作品多少都有一点 对苏联时期压制人欲的讽刺 可能她本意并不是这样 但确实作品给人看是能感受到一点的 怎么样你会认同她的作品风格吗 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 大家一起交流看看 去年年底我去一家当代艺术馆的时候 也有看到类似风格的画作 来自一个名叫Doping Pong的艺术组织 风格也很有意思 但是更像是把一些苏联精神融合到现代作画的创作手法中 还是等解封后吧 等我再去那家美术馆应该能买到一些艺术周边 如果大家都还喜欢的话 到时候订一些下来 多少多少粉啊 抽个奖 送出去呢 可能我在想皮吃 但是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呢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求点赞 求关注 求转发 这对我这个新人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的支持 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我都有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우리imens